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趴哥哥 欢迎收看部落冲突第31期视频 这些老外真的是太气人了 我这家马上就要被推薰了 还好有点防御啊 但是咱们的雷龙没有了呀 先看看这个打我家的是个什么配置 这汤妖肯定是刚刚升级9本的玩家 还是一个老外 这怎么能够人啊 直接回营去干它 点开邮箱,复仇 启用护盾无法复仇 这些老外真的是太狗了 都用护盾 哎,太气人了 咱们还是去打资源吧 哇 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虽然说没有复仇到老外 但是居然遇到了双90万资源的大死鱼 这资源是真的肥 这波小帕要把它们全部吃掉 OK,先放一个跳跃法术 让咱们的兵进去落 紧接着扔一个狂暴 小帕这个狂暴药剂我感觉丢早了 应该晚一点再丢 哇,这边好像蹭不住了呀 咱们把恢复药剂丢下去吧 哎,看着这个进度 咱们似乎不妙 好像没有办法全部给它录完呀 哎,小帕我失策了 中间还有四个电塔 咱们的皮卡招人也不保了 总的来说 这次获得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咱们并没有亏很多 咱们已经开了一次部落战了 但是小帕由于太忙了 所以说没打得上 于是呢,我又开了一次 这一次咱们争取打一下 是吧 因为部落里的小伙伴都在喊 小帕开部落战 然后打部落战 OK,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帕 下期再见